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惊喜联动让听众惊艳 这仿佛就是一场奇妙的音乐对话 将海洋草原融合在一起的文明对话 两个人的演绎太好听了 周深空灵悠扬演于腾歌恩老师的经典作品《天堂》 歌曲的尾音很好听 转音迷人将自己的个人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 周深的歌声是那种每次听了之后都会赞叹的声音 它可以驾驭到多种风格的音乐 声音的代入感和表现力也是十足的 声音百变 周深的《天堂》和腾歌恩老师的版本不同 所表达的意义略有不同 腾歌老师的《天堂》是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 也是许多人难以模仿的 《天堂》不同于听众听到的容易 这首歌曲其实是很难唱的 对歌手的音乐素养要求也是很高的 《天堂》这首歌曲除了腾歌老师唱法很有难度之外 还有这首歌曲包含的意义 蕴涵的情感是这首歌曲珍贵的地方 腾歌老师无愧是国家队的成员 他与周深都是榜藏 腾歌老师演绎深的大鱼 赋予了这首歌曲完全不同的感觉 大鱼和草原的交融美到极致 老师的声音是诱惑重又温柔 就像是父母和孩子的对话 音色和歌词意境都很美 绝对是值得循环播放的歌曲 腾歌老师的声音充满了故事感 代入感十足 周深宛若是少年思想 而腾歌老师是父亲对了一项儿子的期望 两个质感完全不同的声音 却奇妙的融合了 带给观众了不一样的听觉体验 大鱼这首歌曲对周深的歌曲生涯 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这首歌曲是听众对周深 接受度转变的一次转折 所以在歌手当打之年 第一年的舞台之上 周深选择首轮演绎大鱼 周深的合声让合唱更加的高级了 在一定程度上 是透关了歌曲的空间度和广度 周深建奏的吟唱 让听众瞬间起了鸡皮疙瘩 他还解锁了原生态民族唱法 不愧是宝藏男孩 天堂和大鱼两首 风格完全不同的歌曲 在他们的演绎之下完美的融合 完全没有违和感 空灵的嗓音搭配到粗犷的音色 大鱼的天堂 舞台可谓是视觉和听觉的双重震撼 周深和腾格尔的业务能力 是慕容之一的 这是一次很奇妙的组合 在周深的每一次合作舞台当中 他的声音都不会被埋没 他可谓是最强辅助了 他的声音和每位歌手都能够巧妙的融合 周深曾经在节目当中 搞笑的模仿腾格老师唱法和声音 这次终于能够和腾格老师本次合作了 这次的舞台无影很惊喜 也可以说是最具反差的合作舞台 在某英的美好奇雕业的舞台当中 周深腾格老师互唱对方的代表作 可谓是一次神仙合作舞台了 是大海与草原的融合 而周深在演唱结束之后 所发表的感想 才让我真正佩服他的为人 首先周深提到了 模仿太多腾格老师还是有点怂 不过我真正下次还要敢哦 在本座面前模仿 周深对腾格老师称为 一直是腾格老师 他的内心对前辈始终保持的是尊敬感的 而他说的怂呢 实际上也是夸腾格老师 在乐坛的地位是他不能够急的 而经过这次的合作呢 他和腾格老师也算是相识了 想必呢也是相处甚欢 他也用感来表达了腾格老师的好相处 而周深对于腾格的演绎呢 一直是在不绝口 称自己也没有想到 大海与这首歌 自己都没有想到会有如此的有力的演绎 周深也怀揣着期待的心情 希望自己演唱的天堂不会差 在发表感言结束之后呢 周深还不忘提了一下腾格 称把他教自己的原声态唱法用上了 说实话呢 周深演唱的部分已经深入人心 而他的谦虚和对前辈的尊重 更是让人喜欢 这样懂礼貌的孩子 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呢 一路走来 周深经历了很多磨难 而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努力谦虚好学还懂得尊敬人 若偶像如此 也能够给粉丝带起的顶头作用的话 那么实际上 生理的素质也是一直挺好的 周深有时候当然会有一些小调皮了 不过这种烘托气氛的形式呢 也是让他显得情商很高 虽然在生理的眼里 有时候他也是呆萌呆萌的 不过呢 这就是周深嘛 十二范儿 有能力又懂礼貌的优质偶像 也不知道你们对他是怎样的看法呢 吃高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